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察引擎之下发生的事是最有趣的一部分 每个部件之间可以互相交流 来到协调机械人的动作 部件的尾部分是以轮来代替脚 扬机械人在平滑的表面移动得更快 部件也可以装上一部相机 来到困擦周遭的环境 另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主人和奴隶的系统 通过这个系统 操作员可以遥控一个机械人 双胞胎 甚至还能够感受到他遇到的阻力 乔塞特说 这款机械人已经可以进行真实的实验 部件化的机械人的手臂可以从事各种任务 包括为残障人士威胁 研究人员已经开始从事其他附属部件的工作 例如能够感应力量的脚 或者好像坦克一样的理大 小陆机械人可以按照不同的任务进行工作 记者普提琪在华盛顿报道 绘画师除了在帮助警察报案时 利用掃描绘画疑犯的容貌之外 也可以帮助死者恢复原貌 并且为受害者讨回公道 下面是我们记者佛来富斯的报道 仅凭目击者的描述 洛伊斯吉保森就可以画出罪犯的图像 根据不多的细节 吉保森可以绘制一幅 无样接近但是不完美的图像 吉保森对犯罪受害者感同身受 因为他本人21岁的时候曾经受到袭击 那时候他在洛杉矶跳舞 他画的有关袭击者的掃描 没有促成破案 但是多年后 这段痛苦的回忆使他加入优斯顿警察局 目击者可以按照这本书中列出的具体特征进行指认 从而帮助吉保森画出一副面孔 即使目击者看到的是一名四岁男童 这种画影画图的技术 还能够用来洗那些 存在遭到抹杀的人的面孔 重建天日 他根据优斯顿一位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幸存者的描述 维制了一幅素描 诺尔士吉保森 还为纳粹暴行幸存者 维制了好几幅这样的图画 他们失去一切 只是剩下死去亲人的回忆 记者弗莱夫斯 从优斯顿法来报道 研究显示花疗对部分癌症病患者来说是无益 这种新的基因检测方法 能够帮助医生找出哪些病人不需要花疗 下面是我们的记者普提琪的报道 如果预防组织样本显示存在恶性肿瘤 医生在处方往往是手术 然后接受六个月的药物治疗 来防止癌细胞扩散 其中就是包括了花疗 花疗能够杀死残留的癌细胞 但是也有副作用 比如呕吐、脱头发、疲劳 还有可能导致不孕不育 以及一些器官的受损 美国研发的一种被称为安可待的新方法 能够决定患者是否需要化疗 记者普提琪 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研製作的美国转讯 我是吴敬药 下期节目时间再见